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这个时间呢是我跟陈晓龙先生的明镜编辑部节目啊 请记住星期四上午十点钟啊 是我们的明镜编辑部节目 啊我的老嘉宾呢是陈晓龙啊 这个时间呢原来是星期三下午的三点啊 因为那个时间不太好我们改成了星期四上午的十点啊 这样的话呢中国那边那些观众呢 就可以有一个较好的时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了先请我们的导播 嘉宾陈晓龙先生请进来 晓龙先生您好 你好小平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们要关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都知道他跟中国啊有这个经济贸易战 那实际上这个经济贸易战呢 主要是中国出手制裁了澳大利亚 除了这个经济制裁以外呢 最近中国呢又揪住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人权问题不放啊 就感觉这个中国和澳大利亚最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去理解啊 现在观点有各种各样的 那么陈晓龙先生今天这个角度呢 也许是大家没听的 所以我们请大家来听一听啊 他是如何看中国和澳大利亚这个关系呢 目前的基准之下的这种情况呢 好了小龙请您来讲吧 小平今天一开始介绍了今天我们想谈的话题 这话题就是从中国突然要经济制裁澳大利亚引出来的 但是呢 基本上世界各国媒体都是把眼光盯在经济制裁本身了 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这样 就是单纯的经济制裁问题 还是说呢这个有这个比比这个局面更复杂的 这个其他的国际大背景 对不起我这个摄像头有点不稳定 我把它稳定一下 好 那么实际问题呢 可能远远比这个复杂的多 实际上今天我和小平要讨论的就是 为什么从南洋到澳洲 中共啊掀起一连串的风波 因为刚才小平还没有提到的一件事 就这两天中共又在马来西亚和马来西亚发生摩擦 南洋我们知道通常讲的是菲律宾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 那么为什么中共突然在那儿惹事 这个问题啊 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什么答案也找不到 但是我今天先给大家报一条新闻 从这条新闻作为线索 我们就可以来追踪 中共在南洋还有在澳大利亚 频频的制造势端 为了什么 大家可能想不到 居然是为了要和美国打仗 今天就是昨天我和小平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没有料到 美国海军部长 Kenneth Brathwaite 就在昨天正式宣布了一个决定 说为了遏制中共在亚洲日益扩张的威胁和势力 美国海军将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区域成立美军海军的第一舰队 这个舰队的编号呢 原来是美国最老的舰队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 然后二战结束以后呢 就基本取消了改为第三舰队 现在重新恢复第一舰队 那么这个海军部长宣布的这个决定呢 说这个第一舰队是由美军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指挥 因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下辖一个叫太平洋舰队 那么这个太平洋舰队过去呢 管的是第七舰队和第三舰队 第七舰队就是以日本的横须鹤为基地 第三舰队呢是基地在美国的加州的Sendigo 那么现在将成立另外一支舰队 叫第一舰队 那么第一舰队防守范围是什么呢 这个昨天的新闻讲得很清楚 防守范围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交界地区 他说这个美国的海军部长说 这个交界地区建立第一舰队呢 是为了让他比远在日本的第七舰队 更敏捷更激动的海上司令部 这将使我们的盟友和伙伴 对我们在该地区的承诺感到放心 同时确保任何潜在对手 都知道我们致力于守护法治和海洋自由 那如果谈到这个第一舰队 他守护范围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交界地区 那么哪里是这个印度洋和太平洋交界地区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是马六甲海峡 就是从新加坡通过马六甲海峡 可以从太平洋的南海通向这个印度洋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马六甲海峡以南 从印度尼西亚到澳大利亚这一线的海区 都属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界地区 那大家可能会想问呢 为什么美国要做这么个决定 开始防守从印度尼西亚到澳大利亚这一线海区呢 他要防范的是谁 我们现在就来解这个谜 最近中共发起了两件事 一个是在澳大利亚施行经济制裁 刚才小平已经介绍了 一个是对马来西亚这个一个岸礁附近 或者说一个沙滩进行 马来西亚沿海的沙滩进行骚扰 这两件事表面上看是彼此没有什么关联的 但是他们都和上面讲的 印度洋和太平洋交界 美国新成立的第一件对防守的地区有关系 为什么呢 你从普通的这个地图上看到的这个情况呢 可能不一定明白 原因是你必须要看海底地形图才会知道说 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那就是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都与一条海底的航道有关 就海底下的水面底下的航道 所谓海底航道呢 不是水面舰船通常走的那个水面上的航道 水面舰船是只要水深25米 大型舰船就可以顺利通过 包括航空母舰 但是有一种船船只是不能走25米水深的航道 航空母舰25米也高 对 有一种船不行 核潜艇 因为核潜艇本身高度高达将近30米 像马六甲海峡就通不过 所以核潜艇要这个走的航道是水下航道 海底航道 它需要的水深是比较深的 那么现在为什么马来西亚澳大利亚都跟这个核潜艇航道有关 谁的核潜艇呢 是中共的核潜艇 为什么呢 我们以前在明镜编辑部节目里多次提到过 就是中共已经把南海的国际海域霸占下来 作为它的核潜艇叫做深海堡垒 那么市堡垒就要有出口 那么从马来西亚刚才讲的中共骚扰它的地方开始 那就是深海堡垒的南出口 我们今天会详细介绍深海堡垒有几个出口 每个出口情况是什么样 实际上准确的讲 美国的第一舰队刚成立 昨天刚宣布 它针对的就是中共这几个处 深海这个战略核潜艇深海堡垒的几个出口 特别是南出口 那么讲到这里呢 这个就涉及到了 从南海往南一直到澳大利亚 再往东到巴布亚 新几内亚再到珊瑚海还有到瓦塔喀那岛 我讲的这些地名和这个海上的这个海域的名字 可能这个要熟悉太平洋战争史的人才会有一些概念 比方讲这个索罗门群岛啊 布雷甸群岛啊等等 但是呢 那大多数人对这些海域基本上是不了解的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如果方便的话 今天如果你用电脑再看 你可以同时点开Google的地图 百度的地图也行 你看一下 把这个地图方位标到南海以南 然后跟着我们讲的内容 然后跟着地图来看 其实这个地图是有缺陷的 因为我后面会谈到普通地图看不透 那么从现在起 大家可能慢慢会注意到 关于你现在要看的 从南海往南一直到澳大利亚这个海域 这些国家这些地形这些地名 将成为越来越重要 越摩擦也越来越多的地方 美国的第一新成立的第一舰队 就要防守这个地区 你可想而知 他第七舰队以日本为基地 他防守的是从日本到朝鲜半岛 到中国东部一直到台湾 但是这个第七新建的第一舰队 他防守的是从南海南部 这个南出口开始 一路防到澳大利亚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 那么这个主题呢 首先就涉及到 我们前面提到那个 中共在南海国际水域霸占了 这个公海以后 为它的核潜艇建造了所谓的深海堡垒 那么这是个什么东西 可能一部分一直在追踪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呢 可能有些印象 实际上这个深海堡垒计划 是中共过去几年以来 一直在实行的一个威胁美国的扩军备战计划 这个计划的要点大概是三个部分 现在来看比较清楚了 第一个部分就是 在海南岛三亚的榆林港 朝着南海的方向 修建水下的山洞潜艇基地 什么叫水下山洞潜艇基地呢 就是潜艇可以从水底下 不浮出水面的悄悄的进入山洞 山洞里面就是它的基地 它人员可能从那里撤出来 所有的积养物资 可以在山洞里面装进潜艇里去 然后潜艇装完以后 从水下悄悄的在潜航出来 所以潜航进潜航出 这是第一部分 就是深海堡垒的第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部分 就是中共在南海的国际海域 吹沙造岛造了很多个人工岛 目前已经造了七八个 准备还是造更多 下面我们谈到马来西亚的摩擦 可能就是下一个人工岛要选择的地点 那么它在这岛上建立了军事基地 目的是要保护在南海水域活动的河潜艇 不被监视 这就是它强占公海的目的 那么是要让整个南海 公海里的深水海区 成为所谓河潜艇的深海堡垒 这个词是从苏联学来的 这中共媒体介绍的 说这个苏联当时给它的战略核潜艇 选择了深海堡垒 目的呢就是让核潜艇啊 有一个稳固安全的后方的海底下的堡垒 这是中共霸占 南海整个公海 一直霸占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还有马来西亚的沿海 到他们领海附近 全战 那么第三个这个中共对美国扩军备战计划的 第三个部分就是 要开拓河潜艇 从这个深海堡垒出发 来威胁美国的海下通道 那么所谓开辟河潜艇的海下通道 首先是要了解这个通 它这个有几个出口 然后这个出口的水下的地址 水文 地形等等情况 因为这对河潜艇水下的秘密安全航行非常重要 你如果不能准确掌握海底的地形和水门资料 贸然就那么开过去的话 你可能在水底下航行是撞到海底礁石 你就沉没了 另外呢 这个海底航道还必须要有高度的保密性 不能让敌方啊 安置水下探测装置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说 河潜艇出动的时候不会被发现 不然你被发现了美国盯上了它 自然它就不能偷袭美国了 另外呢就是核潜艇 实际上所有潜艇都有一个问题 就它长期的水下潜航啊 舱内的氧气是不够的 就是人呼出来的氧气 吸进去氧气排出二氧化碳以后 潜艇的舱里头二氧化碳越来越重 那么空气越来越差 吸气很困难 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定期的浮到水面上 打开那个潜艇的舱盖 让潜艇内部的空气和外面海面上的新鲜空气交换 那这些潜艇的艇员会憋死的 所以它是必须要夜间浮到水面上来 定期的更换里面的空气 那么这样的话又产生了安全问题 就它夜间浮出水面的时候 它要保证周围海域没有坚持少 那么这是中共的这个扩军备战计划的三个调点 我再简单重复一下 第一个是海南三亚的那个山洞里的潜艇基地 第二是霸占公海 第三是开辟从公海这个深海堡垒 出发威胁美国的海下通道 那么中共为什么非要建这个深海堡垒 原因就是中共决心要扩军备战 对美国形成军事压力 那么它现在的航空母舰编队并没有形成 就算建成了恐怕也没办法和美国海军抗风 所以它只能退而求击次 发展它的核潜艇部队 目前中共的核潜艇部队是由若干索 叫做094A型战略核潜艇组成 这种核潜艇每一枚 每艘核潜艇是搭载12枚巨浪2型前射核导弹 最大射程8000公里 那么8000公里什么概念呢 就是如果能从珍珠港以东的海域水下发射 在由中共自己介绍的用北斗卫星系统导航 可以对美国全境 就从西海到东海实行精准打击 那么核潜艇部队 这个美出去作战一段时间以后 它必须回到港口来补给 要取得食物 另外艇员需要休假 因为潜艇是一个体力消耗极大的 这个艇员就潜艇的官兵 很容易因为潜艇内封闭的这种 艰难的生活环境啊 容易发生精神上的问题 所以是需要定期休假 否则这个潜艇的正常操作会有困难 所以他也潜艇就需要定期的回港部级 也就必须要有安全的出行航道 那么核潜艇的任务是主要是向东 中共的核潜艇是向东 进入中太平洋和东太平洋 刚才讲了 到那里他发射导弹才能打到美国 所以呢 不管他从深海堡垒的哪个出口出航 他都要尽量减少被发现 被跟踪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要排除航道周围国家的监测手段 对中共这个战略核潜艇的威胁 那么现在南海国际海域中 这些人造岛已经被改建成军事基地 所以南海的国际水域呢 基本上已经被中共霸占 并改造成了它的所谓核潜艇的深海堡垒 这个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那么虽然海牙国际法庭裁决中共违法 但海牙国际法庭的裁决没有执行力 成了废话 那么现在中共的深海堡垒 要做到这个平时的安全性 大家可以想象 什么叫深海堡垒 就是堡垒最好是越封闭越好 那么深海堡垒的意思就是 它四面是被陆地包围的 这样的话 美军的核潜艇就没办法轻易的进入 所以这个中共的核潜艇 在南海被它霸占过公海的深水区里头 它就好比在这个深海堡垒 就好比动物我自己造一个安全窝一样 它觉得很安心 你不用随时担心 可能来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 敌方潜艇的威胁 那么深海堡垒的安全性理想了 但是也就成为问题了 为什么呢 你安全的同时 当然就希望说四面都被陆地包围 那些被四面被陆地包围 别人是进不来了 你出去也不容易 所以就有个出口问题 凡是深海堡垒 都有出口有限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出口多了 四面八方都是楼子都可以进出 那就不是深海堡垒了 就不安全 因为你可以出得去 别人也可以进得来 那么现在 中共的深海堡垒 面临当年苏联的深海堡垒一样的问题 就是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 美国的做法是把自己 美国的核潜艇派来 派到苏联这个深海堡垒的出口 蹲在那蹲守 守株待兔 就你在里头我不敢进去 但是你只要出来 你要出来对美国威胁发射核导弹 那么你一出动 出了这个出口 我马上就发现 然后跟上 然后全程跟踪 你只要想有发射核导弹的动作 因为他需要 这个打开发射盖啊等等 一系列噪音就都出来了 这些反常的噪音一出来 美军就可以判断说 这家伙准备对美国发射核导弹了 那就赶快用鱼雷 把它击沉了 那么中共的核潜艇也害怕这种情况 下面呢我们就来讲讲这个中共这个深海堡垒的三个出口 为什么我这么绕这么大弯呢 因为你不是我不绕这个弯 各位就被绕进去 因为你不了解中共的深海堡垒的这个地形上的结构 你就没有办法了解 为什么中国要去威胁马来西亚 威胁澳大利亚 为什么美军要在那里建第一舰队 防卫这个重点防卫这个地区 因为这个地区就是今后中美之间军事对抗的一个重要的阵地 那么 这个小龙我再问一个问题 刚才你前面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南海国际属于被霸占已成的一个既定事实 那么这个也有国际法的去挑战 你觉得这个国际社会会凶吗 这已经是海洋国际法庭裁断中共在南海人造岛是非法的 这是菲律宾提起的诉讼 已经裁定了 裁定以后中国的说法很简单 我不接受 它是签字加入海洋 国际这个海洋这个国际海洋法的 是公约的签字国 但很这个奥巴马 不是这个奥巴马也好 拜登也好 他们都说说是我们用国际规则来约束中共 这句话纯属屁话 如果能够约束得了中共 那中共的深海堡垒就已经被放弃了 为什么海洋国际法庭已经裁断的非法了 中共的话很简单 非法怎么了 我就这么干 你们能把我怎么来 我就是个犯法的主 法律对我不方便 你玩去 所以国际法庭也好 什么联合国国际法院也好 遇到霸权国 那是联合国站一边去 现在中共把联合国都控制了 联合国连对中共提出谴责的可能性都没了 所以我说 这现在已经是个事实 这也是为什么 如果美国能用国际攻法作为手段 迫使中共撤出南海的深海堡垒 美国就不用建这个第一舰队 对司令部来防范这个印度洋 太平洋交界区 我下面就来谈这个问题 好 谢谢 那么 就是我刚才讲了 核潜艇的海下通道 海下航道和水面舰制的航道是不一样的 它是什么决定呢 它是海底地形决定 也就是说 海底地形是不可改变的 那么而不可改变的海底地形 决定了中共的战略核潜艇能在哪些水域活动 那么中共的战略核潜艇活动在什么水域 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的来自某处海洋的中共的核威胁有多大 前面我们一开始提到美国成立第一舰队 第一舰队防范的是南海南边一直到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 这个水域 为什么 很明显美国已经意识到了 在这个水域 中共的战略核潜艇将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威胁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海洋的水下地形 本来跟经济发展没关系 你也没办法争夺它 也没办法改变它 但是在核潜艇成为冷战威胁的主要手段之后 海洋的水下地形变成冷战双方首先要利用的要素 也是双方防守的关键要素 那么中共以核潜艇作为威胁美国的主要手段 而且控制了南海海域这个深海堡垒 它就把中美冷战的前线这个定义完全改变 以前这个地缘政治这个我在这个《经验恒证经》节目里讲过几次 就以前的传统的几百年来的地缘政治理论 认为这个双方就是敌对的大国之间 双方争夺的不是地面上双方交界的地区 像在欧洲以前美苏冷战的时候 不是地面上的交界地 或者是边缘地带再就是争夺海上的所谓制海权 海军控制了海洋 那么这个国家就能控制全球等等 现在这套都不灵了 为什么呢 现在是潜艇核潜艇决定双方的攻防 而核潜艇是受海底下地形的限制 你在海普通地团看不出来的 比方讲本来中美之间是远隔远隔中阳 重阳啊 就是隔着个浩瀚的太平洋 陆地上距离是世界上最遥远的两大国 但是这个地理政治地理特点 本来对美国好像挺有利的 现在什么用也没了 现在美国的国防局面完全改变了 美国海军的第一舰队射在哪儿了 要射到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一地方去 为什么 那个地方才是防范中共对美国核打击的重点防守区 那么中共的战略核潜艇 只要它能够进入这个中太平洋 或者是到这个关岛啊 这个西太平洋这一带的像关岛 马里亚那 塞班岛这些地方 那么它就可以对美国构成这个远程洲际导弹 用潜艇发射的这种洲际导弹 可以构成核打击威胁 那么美国就会动辄处于随时挨打 人口重大伤亡这种极为严重的后果 所以美国呢 现在必须把防堵侦查中共战略核潜艇的重点 推进到从第一岛链 原来讲是从日本的冲绳到台湾再到菲律宾 现在呢 进一步了 从菲律宾往南一直到澳大利亚 美国要全线的 等于把这个地球围绕中国的对着美国方向 从中国的挣钱 这个从东北内带开始一路防防到澳大利亚 原因是中共的核潜艇活动到哪里 美国就得防到哪里 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这里刚才谈了这么多 深海堡垒 下来我就要谈这个深海堡垒的出口问题了 在核潜艇对峙的时代 看普通地图来判断双方的情势是不行的 因为普通地图海洋上就是一片蓝色 你分不分水深水浅 我刚才讲过了 水浅的25米以25公尺的这种水深的航道 核潜艇根本走不了 通不过去 那么对活动在水下的核潜艇来讲 深水区才是安全水域 潜水区是危险地带的 那么有人说那中共的核潜艇进入南海 或者是台湾海峡 就是不是如入无人之境呢 而不是 为什么呢 台湾海峡的水深平均不到白 仍然对核潜艇来讲还是太浅 那么南海也不是整个南海水都深的 从刚才讲的中共的潜艇基地在于 榆岗就是三亚 从海南岛的三亚往西沙群岛画一条直线的话 在这个直线以西 直到越南的领海 水深都和台湾海峡差不多 一二百米而已 还是不适合核潜艇藏生的 但是就在三亚到西沙群岛一线这一栋 一直到台湾和菲律宾之间 那个菲律宾的旅宋岛中间 有一个叫巴士海峡 这个地段 这块海域属于海盆地形 是凹下去的 水深数百米 那么如果说再往南 往马来西亚菲律宾沿岸的这些海区 水域的水深是千米以上 这个时候核潜艇就会比较安全的 在那里隐蔽潜航 所以呢你要了解中美的之间 这个防范核潜艇的基本的战术 为什么美国的第一舰队要设在这里 从澳大利亚到新加坡这一带 防范这个地区 你必须要看的是海底地形图 不是普通地图 那么比方讲 我们从普通